本集由必買站贊助播出 搞什麼玩之推翻大開箱 我是大黑白 我是戴勒高 今天帶來的這一艘是簽結引號 是新版的簽結引號 是2015年 所上市的 它的編號是75105 片數呢 大約是1329片左右 他的美金定價呢大約是落在149.99美元 也就是150塊美金 人偶呢總共有7個人偶 那首先我們要先介紹的是最可愛的角色 也是大家最喜歡的代表角色 就叫BB8 那在他後面的呢 這隻是丘巴卡 應該說是老的丘巴卡了 這一個呢是故事的主角Ray 這一位也是其中一位很重要的角色 也是主角級的人物 BIN嘛 F-I-N-E吧 那我會這麼說 因為他本來並沒有名字 他只是一個帝國的風暴突擊兵 那他其實本性是很善良 那他從小就是被強迫入伍嘛 他並不喜歡胡煞春林啦 或是去打仗 所以他其實他並沒有一個正式的名字 他只有編號啦 後來就是大家就是給他取了一個名字嘛 在旁邊呢這位阿伯呢 就是韓索羅 老的韓索羅 這個角色基本上我覺得他的外觀設定 跟印尼拉娜瓊斯幾乎是一模一樣 沒有同一個人演的 對同一位作者 對他是同一個演員演的 阿里遜福特演的 接下來旁邊的這兩位角色 他們的戲份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他們是裡面串廠的一個反派的角色 是一個盜賊集團的成員 我們人偶這邊就先告一個段落 介紹完畢 啊這個 對換我們的主題 千年一號啊 看一下他的外觀 他的外觀明顯上面 跟上一代的千年一 最明顯的不同 就是他的舊化作的比較明顯 因為上一代基本上 他是一台狀態還算是蠻不錯的一個太空船 新的這部電影裡面呢 因為他已經荒沛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外觀 做一些跳攝 跟上一代全部都是灰色的 整齊花藝的顏色來說是有很大的差異 但在結構體上面來說 他的工法其實跟之前的東西是大同效益 對都是完全一樣 在比較側邊是這個 這是比較新的做法 前面是可以這樣打開來的 這部分也是我最喜歡的部分 裡面應有的元素啊 都還是有保留 比如說棋盤 下棋的棋盤還保留著 他在內部裡面也有達到像這樣的效果 所以有堆了一些雜物 給人家感覺有一個年代的歷史感 那唯一有轉換的地方 除了前面的這個開合模式之外 他的這個小天線 以前是一個像個天線波一樣 現在把它換成了這個 有球狀關節的比較好動 對然後加裝了一個球狀的關節這樣子 他還是沿用了他原先的貼紙元素 因為上一代的千年一號 他裡面都是大部分都是貼紙的 很少的印刷零件 那這一代依然 還是貼紙 對沒錯 還是貼紙 超多貼紙 我們看到他依然還是貼紙的元素在裡面 這是比較可惜的部分 非常經典的一艘太空船 那他的靈感來源呢 也是因為當時 喬治盧卡斯他在吃飯的時候 看到漢堡 旁邊配了一顆橄欖 千年一號的一個基本出行 就是這樣子被幻想出來的 你可以按一下這邊的按鈕 這邊有兩個洞 你可以按按看 我可以發生 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可以發生嗎 所以可以偷你自己嘛 我按囉 好你按 你按了 3 2 1 好這種程度的攻擊對我來講沒有很強 我好一發耶 對他其實有藏了這個機關在裡面 是可以發射這個雷神砲 那坦白說這個元素 我覺得也是若有可無的一個元素啦 其實他的加分並不大 打觀眾好了好不好 好打觀眾 我們會剩幾觀眾 有啊 沒中 留言讚我啊 如果滿分是10分的話 我給的評價是5分 他只有做到外觀的 一些舊化跟之前不一樣 前面的這個開倉方式是一個唯一的突破 那其他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他也是因為用貼紙 這也是我覺得以授權來說是非常可惜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看到貼紙都有點受不了 其實我之前有買過舊化 我真的覺得就是 喔你有買過千年衣 真的有 你有買過 我覺得真的是一模一樣 是從你剛剛講的舊化 還有裡面的內部的東西 你這樣亂之外 我覺得其他都一樣 但是我也喜歡這個地方 你說駕駛艙的印刷 對駕駛艙的印刷 我覺得這個很精 最後會給他多少分數呢 就跟你一樣啊 5分 你也是給5分 難得我們有共識了 那最後啊 這個必買讚非常的感謝 我們他準備了三樣的Poly Bag 要送給各位觀眾朋友 每一種有三包 所以一共有幾包 三包 一共有九包 所以一共有九包 一個人可以得到三包 一共三包 非常的有誠意規矩 還是跟前面一樣 第一個當然就是要按讚嘛 對然後一樣要分享 分享 那最後一個叫什麼 還要在下面留言 然後take兩個喜歡玩具的朋友 只要能夠達到以上三個條件 按讚 分享 然後跟take兩位 你喜歡玩具的朋友 那就有機會可以得到 像這樣子 三包一組的Poly Bag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文 就到這邊為止囉 掰掰 掰掰 你看到這裡 Poly Bag